你在丁家宝做什么了 我剃头去了 而且我 我是给此人剃头去了 胡说八道 我的先生跟我说了 在他刺杀孙红柳的时候 是你何拐子 挡住了射向孙红柳的那一剑 你就是 暗中帮助丁家宝的抗日分子 您等会儿 射杀孙红柳 这事我不知道啊 我 我也没看见有人射杀孙红柳 怎么还替他挡一剑 这都是从何说起哪儿和哪儿的事 都是 你这个大胆的刁民 看来不好好审视你 你是不会说实话的 好 来 把他回家撞 骑住他 我看谁干 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打他去 也许现在 秦云还不知道什么叫守夜持家 可他有胆势 能单枪匹马 把戴宗的遗体 抢回来 还有智慧 能躲过秦明湖 和他那些 核枪实弹的警察 就这一点 你们谁能做到啊 现在 我 现在可是我们丁家最困难的时候 也是我们丁家宝 最危险的时刻 这种时候 秦云担任丁家大嫂 是最合适的 秦云来 坐 从今天起 丁家宝 大小事宜 都要听清云的 从老二开始 给你们大嫂敬茶 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